对于两个非零时数A与B,考虑A加B的绝对值与A的绝对值加B的绝对值的关系。 当A与B同号时,可知A加B的绝对值等于A的绝对值加B的绝对值。 例如7加3的绝对值等于7的绝对值加3的绝对值。 -6加-4的绝对值等于-6的绝对值加-4的绝对值。 当A与B一号时,因为A加B会产生相互抵消的情形,所以A加B的绝对值会小于A的绝对值加B的绝对值。 例如7加-3的绝对值小于7的绝对值加-3的绝对值。 -6加4的绝对值小于-6的绝对值加4的绝对值。 因此,对于任意非零时数A与B总和的绝对值,始终小于等于个别绝对值的绝对值,也就是A加B的绝对值小于等于A的绝对值加B的绝对值。 这样的不等式,我们称为实数的三角不等式。 特别的,等号成立时发生在A与B为同号的时候,以及A乘以B大于0。 在了解了实数领域中的三角不等式之后,我们想要探讨在向量的领域里是否也有类似的结论,也就是A向量加B向量的绝对值会不会小于等于A向量的绝对值加B向量的绝对值。 对于两个非零向量,A向量与B向量,考虑合力的大小,A向量加B向量的绝对值,与A向量绝对值加B向量绝对值的关系。 当A向量与B向量为不平行的两向量,考虑合力A向量加B向量,在几何上,我们可以用三角形的三个边来呈现A向量、B向量与A向量加B向量的相对关系。 可知A向量与B向量为三角形的两边时,则第三边即为A向量加B向量的几何表示。 由于A向量、B向量与A向量加B向量形成一个三角形的三边关系,可知第三边的长度始终小于另外两边长的总和。 因此,A向量加B向量的绝对值小于A向量的绝对值加B向量的绝对值。 当A向量与B向量为反方向时,因为合力,A向量加B向量会直接产生抵消作用。 所以在几何上,容易看出A向量加B向量的绝对值小于A向量的绝对值加B向量的绝对值也成立。 当A向量与B向量为同方向时,因为合力,A向量加B向量会直接延伸向量长度。 所以,在几何上,即可看出A向量加B向量的绝对值等于A向量的绝对值加B向量的绝对值。 综合上述的讨论,对于任意非0向量、A向量与B向量,可知合力的长度始终小于等于个别长度的总和。 也就是,A向量加B向量的绝对值小于等于A向量的绝对值加B向量的绝对值。 这样的不等式,我们称为向量的三角不等式。 特别的,等号成立时,发生在A向量与B向量为同方向的时候。 从向量的几何表示法,我们很容易地可以解释 A向量加B向量的绝对值小于等于A向量的绝对值加B向量的绝对值横成立。 然而,我们也可以透过代数的方法来证明向量的三角不等式。 对于两个非0向量,A向量与B向量, 因为A向量大的B向量等于A向量的绝对值乘B向量的绝对值乘cosθ。 所以当我们排除cosθ的因素之后, cosθ大于等于负1,小于等于1, 即可得知,内积的值总是小于等于向量长度的乘积。 也就是A向量大的B向量, 小于等于A向量的绝对值乘B向量的绝对值。 其中等号成立发生在cosθ等于1时, 以及θ等于0。 此时,A向量与B向量为同方向。 因为A向量大的B向量小于等于A向量的绝对值乘B向量的绝对值。 考虑A向量加B向量的绝对值的平方, 等于括号A向量加B向量, 括号A向量加B向量, 等于A向量绝对值的平方加B向量绝对值的平方, 加两倍的括号A向量.B向量, 小于等于A向量绝对值的平方加B向量绝对值的平方, 加两倍的A向量绝对值乘B向量绝对值, 等于A向量绝对值加B向量绝对值括号的平方。 所以可得三角不等式A向量加B向量的绝对值, 小于等于A向量的绝对值加B向量的绝对值。 而等号成立的时候即表示A向量与B向量为同方向。 我们可以得到从几何上观察到的相同结论。 对于三角不等式,我们有以下结论。 1.对于两个非零时数A与B, 则A加B的绝对值小于等于A的绝对值加B的绝对值横成立。 其中等号成立时即A与B为同号。 2.对于两个非零向量A向量与B向量, 则A向量加B向量的绝对值小于等于A向量的绝对值加B向量的绝对值横成立。 其中等号成立时即A向量与B向量为同方向。 接下来,针对三角不等式, 我们来讨论几个特殊的情形。 在实数的三角不等式中, 如果实数A等于0或B等于0时, 则A加B的绝对值等于A的绝对值加B的绝对值, 此时等号也是成立的。 所以对于任意实数A与B, 则A加B的绝对值小于等于A的绝对值加B的绝对值横成立。 其中等号成立的条件即可修改为A与B同号或A等于0或B等于0, 亦可整合为AB大于等于0。 同样的,在向量的三角不等式中, 如果A向量等于0向量或B向量等于0向量, 则A向量加B向量的绝对值等于A向量的绝对值加B向量的绝对值, 此时等号也是成立的。 所以,对于任意向量A向量与B向量, 则A向量加B向量的绝对值小于等于A向量的绝对值加B向量的绝对值横成立。 其中等号成立的条件即可修改为A向量与B向量为同方向, 或A向量等于0向量或B向量等于0向量。 对于任意时数A与B, 则A加B的绝对值小于等于A的绝对值加B的绝对值横成立。 任意两向量A向量与B向量, 则A向量加B向量的绝对值小于等于A向量的绝对值加B向量的绝对值横成立。 这两个关系式我们称为三角不等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